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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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生活过程当中 我们一隐隐约看到 美国对台湾态度最大的变化 就是再也不把它当成一个所谓的亚洲地区 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合法的政权 包括在川普以及一众高官的讲话当中 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影子 那么先请教一下赵峰兄 作为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洛杉矶的前负责人 台独在你看来是不是越来越有希望了 我觉得台独其实对台湾人民来讲 一直都是他们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 只是什么时候要做而已 那现在目前我看到很多不同的台独团体 他们已经非常积极的在举办不同的活动 然后也希望能够把本来一直是 众所云云的一些台独路线 做一个整合的一个动作 那我最近也是参加了一些不少的论坛 或者是说跟这些独派团体有一些沟通 那我发现大家对于台独的信心 虽然说是增加越来越多 但是他们对于政府是不是有办法去带领他们 或者说国际社会是不是有办法接受台独运动呢 可以最后成真呢 这个是目前一个最大的变数 那我们讲台独过去在这个岛内的台独的力量也好 包括在这个中华民国政府角度来好 对台独一向有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这里面涉及到怎么样台独 那么有人说台湾独立建国 有人说中华民国本身就是个独立的政体 这些不同的言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往往都是只停留在理论上 因为台独这个理念在国际上认受度并不高 但是我们刚讲了 现在发生了这么多新闻 似乎让大家看到 美国现在越来越把台湾当成一个正常的一个国家的主体来对待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这种美国这种外交政策会不会令到台独觉得要抓紧时机继续往前走 要有些大的动作让台独上一个台阶或者有什么计划 那可是对于台独的人士来讲 他们当然是非常重视美国的那个态度 但是呢其实现在目前有很多的新一代的那个所谓天然独 或者说对于台独的那个概念非常了解的一些政治势力 他们开始让台湾人民了解说我们台湾人民必须要自强 我们不能说一切都要靠国外来牵我们的小手 来走向自觉建国的路 所以呢目前的台湾人他们开始有一个意念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增强自己的软实力 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国防 那目前蔡英文政府呢在这方面还是做出非常正向的一个准备 就是说包括国建国造啊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侨民上面的 侨民的资金跟人才回流 这些都是政府在这方面呢 让台独团体觉得鼓舞的地方 但是同时另外一点就是美国政府的态度的确是比较好的非常多 可是我们还要看到一些小细节 包括我们最近知道台北 Act 还有呢还有部分的那个美国上面的措辞上面呢 都很明显并没有把台湾当作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们还是把台湾当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盟友 但是他们非常注意在这方面的一些小细节 但是独派团体他们本身呢也发觉到了 美国其实他们跟我们这么好 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我们当作一个主权国家 或者真正当作一个主权国家 不然的话找建交了 所以呢现在开始就要处理的事情就是到底台湾要真正走入国际社会 成为一个法理台独的主权独立国家 到底要怎么走 这程序是如何 现在是目前所有台独团体他们必须要去思考的地方 那么换句话来说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是不是台独是否往前走 还是往后到的一个关键因素 目前的话呢美国的态度他在表面上面看起来是好像是对于这个台独是有助长的一个态度 但是问题是对在某种方面呢他同时也讲说他们并不支持片面去改变现状的一个动作 所以呢对台独团体来讲他们算是有点confused 我们到底是要走哪一个方向到底美国他是因为民主党的关系呢 这么多民主党的人阻扰我们还是因为美国自己本身根本就是不愿意有这个诚意来推动这台独 还是或许美国他要更大的利益才有办法让台湾走向这一步 所以现在目前呢他们是处于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 所以赵峰兄这个描述让我感觉到岛内的台独的力量好像对美国应不应该承认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 有一定程度的幻想我直接说 因为我们知道国际局势国与国之间两个政体之间也好国与国之间也好讲的是利益 台湾这个政体对美国有利益美国就会往前推一点 如果台湾这个政体这个利益影响到它跟中国大陆的外交关系影响到它在中国大陆外交政策 那么美国就肯定往后退 所以这一点如果要指望美国在现阶段很明确的承认中华民国也好台湾也好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我想美国政府肯定不会在短期内有这样的具体的动作 那么但是美国政府对台湾这个态度就是像这个赵峰兄刚讲的 比过去好太多了 包括这个经贸方便 卖武器方便 官员互访方便 接下来我们要观察的是台湾会不会有官员访问白宫 那么等等这些新闻让我们看到 美台关系的热络肯定会令到主张台独的人士 突然有了一个要往前走或者有了更大希望这样感觉 鸡波兄你觉得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会助长台独的发展吗 我当时觉得刚才在这个修杰兄和赵峰兄的对话当中呢 我觉得看出来赵峰兄实际上还是很冷静的 没有达到那种被美国好像这么一宠爱 然后呢就狂热起来 然后呢我们就觉得台独又变得更加的有希望了 还没有我觉得这种态度呢可能还是对的 因为并没有什么迹象显示 美国已经要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 甚至连这样的一种在一定层级上面的这种再迈进一步 其实我认为也迈进的没有多少 因为目前来说只是部长级或者你说助理国务卿这样的一个级别 那如果真正真正要像修杰兄这样说的 说已经是已经在主权上面有所认可的情况下 那为什么不直接就来国务卿去呢 金波兄等一下啊 因为两国之间的这个交往 过去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中美之间有三个联合公告 那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台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这三个联合公告的第三个公告当中所规定的 美国逐渐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 直直完全停止 这一条过去这个红线虽然一直没有很明确 美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台湾完全停止销售武器 但是最近的销售武器可以说是中美建交以来最高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刚刚讲了 嘴上或者文字上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正常的政体 或者是建立外交关系 这个美国是不会做的 因为毕竟美中的外交关系也十分重要 但是问题我们看到美国政府现在的做法就是这样 嘴巴上没有具体的或者文字上没有具体的 把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可以建交的国家 但是美国在背后推动周边的一些小国 相继的跟台湾发生密切的联络 甚至是一些过去跟台湾有过外交关系又断的 要重新建立外交关系 这种传闻一直不断 那么这种做法包括跟台湾 如果真是签订一个台美之间的自贸协定的话 基本上最起码台湾是一个在美国看来一个正常的政体 这个实际效果金波兄觉得达到了吗 我觉得像刚才所说的这种 如果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的时候 一切都是在作秀 我一直在做节目的时候 跟大家就在说 我们把政治的作秀看成一场表演 那背后的实际的用途 用意可能并不是如此 那么刚才秀协兄说了 是有红线 是有公告 当你有一天表现出来和另外的一个竞争者之间 我说我准备要撕毁协议了 或者是我准备要踩过这个红线了 那么这个时候恐怕我们所有人要警惕 但是现在目前没有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 我们要看这个实质性的进展到底到哪一步 如果是没有到那一步 没有这么踏过红线 那一切呢 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吉波兄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所谓 外交上的很多动作 到底是不是要公开的承认台湾是个主体国家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美国现在已经做了这几步 比如说卫生部长去访问台湾 包括台湾也开放了美猪美牛 那这个最近台美之间的这个密切联络 已经令到中国大陆政府十分反感 也提出了很多非常强硬的话语 那么这些强硬的话语是不是也说明了 在中国大陆政府看来 美国已经跨越了这个红线 我认为这个红线其实还早着呢 因为这里边呢要说到 就是说我们在外交上面呢 就是你既然试探了一步 那我也有相应的回应 这种一来一往呢 这是非常正常的 在过去的长期的历史这个当中呢 这也是一个常态 那么现在只不过这种频度呢 稍微加剧了一点 那另外呢在中国的外交方面呢 他们的措辞呢 比过去呢要更加强硬一点 但是不止外交 吉波兄 我们看到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军事对峙 也越来越升级 包括中国大陆的军机 飞越台海中线 那么前几天有个新闻就是 中国大陆的军机飞越台海中线的时候 台湾军队用这个火控雷达把它锁定了 这种事情呢 在过去几十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那么这是不是也说明了 中国本身对美国跟台湾之间的 这个关系的发展 已经到了一个很难容忍的地步 现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非常的关键的 因为在上次一期节目当中 我也是在跟赵峰兄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到了 在这样的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节点上的时候呢 各方实际上呢 在保持对对方那种试探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控制好这个度 因为呢 这个时间节点呢 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临界点当中去了 所以刚才您说到的是军演的问题 那军演的这个级别呢 是越来越升高了 并且呢 在战略层面上面已经显示出来 未来如果有一天突然间要是开战 实施武统的时候 那么几个步骤究竟是怎么打的 这也是做给外界看的 那么美方在这个时候呢 他在参与到这个两岸之间 这样的一种博弈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认为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 那么美国的政客呢 他们呢实际上是在为这件事情呢 来去用于这个自己的这个助选 或者是在积累自己政治资本方面呢 来去做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动作 但是呢对于台海来说的话 这是更加加剧了啊 这个地方呢 可能的一种战争的一种危险 所以最近我们看到啊 因为台美关系的发展 直接导致了两岸之间 军事对峙的风险的升高 那么我们刚讲了 有很多什么军机飞越中线的这种新闻啊 包括美国的卫生部长到台湾访问 还有这个捷克的外 捷克的议长到台湾访问期间 中方的军机都有飞越台海的中线 那么这种武装对峙的危险的升高 那么两岸有不可能插枪走火 而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啊 在看待两岸问题跟台海问题 台美问题的时候 往往都会有个比较矛盾的心态 比如说来自台湾的很多观众 大家觉得如果美台关系热络一点 让台湾在经济上得到好处 这对台湾岛内的民众的生活来说 对台湾未来的经济前途来说 当然是个好事 但是问题是美台之间的热络 又会引起两岸之间冲突风险的加高 那么请教一下陈远兄 怎么看这个矛盾 首先我认为 这个美中台关系 一直以来在马政府时期 是保持一个对等的关系 也就是说尽量 在跟各方都能够维持一个 良好的关系之下 能够获得最大的公约数 能够获得台湾目前最大的利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蔡英文政府 他的一个政策 就主要是亲美跟仇中 那么但是如果要讲到 所谓台独建国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走了实在太远 而且是越来越远 我们那个外交部长吴钊燮 他在发布这个新版的 这个中华民国护照 但是呢把中华民国的字呢 把它缩小 然后把台湾加大 但是呢他在整个记者会当中 他仍然去说 中华民国是我们正式的国民 也就是说今天只要 中华民国的宪法仍然有效 他就主权给予中国大陆 治权就在台逢金马 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如果今天这个基本没有办法改变 那不要说台独建国 美国想要跟台湾 所谓建立真正的外交关系 是跟中华民国复交 还是要跟台湾建交 其实根本就搞不清楚 所以在这个经济的上面 我认为台湾在这一次中美之间 这种所谓的这两方的这个中美对峙当中 我觉得并没有取得一个好的成果 反而对中国大陆的依存度增加 最新的这个统计出来 现在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这个贸易额 已经突破了2200亿 也就是说在过去这段时间 虽然仇中虽然对大陆表达仇恨 但是对于大陆所谓的这个口贤体正直 嫌大陆嫌得要死 但是却赚大陆的钱赚得不得了 我认为在这种所谓经济依存度的状况之下 很难去相信说现在所谓的台独建国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市场 但是其次跟美国这样子的一个贸易关系 究竟对台湾是有损伤还是有利益呢 我认为在政治上面 尤其对于民进党一党政治上面 是有绝对的利益 但对于整个台湾的民众的健康而言 或是对于整个中华民国的一个政府 跟美国之间的一个所谓的贸易逆差 我认为其实是有损伤的 所以不要光看说 现在所谓的要签订 还不知道在哪里的所谓的TIFA 我们现在连TILA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复谈 我们连BIA都没有谈过 怎么去跟美国去谈所谓的这个TIFA呢 TIFA是所谓的主权国家 跟主权国家之间的一个协议 我认为在过去这段时间 川普因为自己的选情 他必须要炒作所谓的美中台 这三边的这种微妙关系 台湾踏进去了之后 就成如我们这个前美国国务助理 这个国务卿Russell 他就讲了 他说这个是川普在台湾上 利用台湾所做的一种策略性的一个政策 也就是说给台湾的一个警告 虽然他是民主党跟共和党 是有所谓的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个不同 但是他们两方对于美中台上边 怎么样去维护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认为他们是一致的 因为这都符合美国的核进利益 但是如果我们刚讲到的 台湾跟美国的这个自贸协定 TIFA如果真是签订的话 是不是代表美国在对待台湾这个政体上 又往前迈了一大步 并且我们知道现在最新的数据 两岸之间的这个经贸往来 好像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有了比较大的爆发 那可能这个跟美国对中国大陆的一些高科技产品禁止 在禁止之前 大量的这个从台湾采购一些高科技的原材料到中国 那么这是令到两岸经贸突然这个数字增大的一个原因 但是接下来如果我们说美台之间 经贸继续联系越来越密切 甚至把TIFA签下来的话 美国的经济一定会对台湾造成更大的影响 其实当年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大背景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任何中国市场的因素在这里 台湾也成为亚洲四小龙 那么所以当美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深的时候 对台湾岛内到底是好还是坏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讨论这个话题 因为好 当然经济方面可能会 台美之间加强这个经济联络 让台湾赚到美国的钱 包括我们讲的台积电 现在也到亚利桑亚州去设计他们的厂 那么台湾未来可能为美国提供很多很多的 这个供应链上的一些产品 但是反过来这种联系的密切 肯定会令到两岸之间的矛盾又升温 如果美国跟台湾继续往前走 包括TIFA签成的话 那么会怎么样刺激中国大陆呢 陈远兄你觉得会有一个危险的 一个战争的一个前景吗 我认为如果说只是因为一个TIFA 就造成两岸之间的这个 所谓兵戎相线 我觉得两岸关系确实是太薄弱了 但目前来讲台湾内部不仅是绿营 不认为大陆会打来 其实蓝营的人很多也不觉得大陆会动武 因为距离所谓的这个采到红线 曾如刚刚金兄所提到了 其实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但是可以看得到就说美台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美国占便宜多 还是台湾占便宜多 其实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于台湾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以一个所谓的嫁出去的女儿 你会希望娘家受到自己夫家的一种这个暴力对待吗 或是说一种粗鲁对待吗 不会 所以为什么在美国的华人 会希望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能够保持相对的友好 而不是说建立在一种所谓的共同仇视 什么人 或从对于大陆有一种所谓的严重的偏见 而造成大家这个同行一气的去对付某一个地方 因为事实上台湾就在中国大陆的旁边 今天无论你喜欢与否 你没有办法拒绝说 这样两岸之间的一种血脉相连也好 经济合作也好 或是文化交流也罢 都没有办法阻止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台湾在未来这个所谓美中台关系的失衡下 其实台湾是唯一一个最严重的受力点 我们能够避免的是希望说台湾不要成为美中之下的一个牺牲品 而不是说因为美国要台湾成为它的附庸 或是大陆要成为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让台湾能够损失掉它自己所谓的包括主权的尊严 或是它的经济的发展 我认为这一些都是不是所谓的台湾的目前大多数人民所希望的 所以今天就算美国愿意跟台湾要去谈所谓的提法 我认为这条路是很漫长的 不管是美国在跟任何一个地方包括现在所谓谈的BTA BTA就是美国要什么一对一的来做 那提法这样子的一个比较高阶的一个agreement 我认为对于台湾来讲 尤其在美国所谓的已经自我隔离 包括了已经退出的CPTPP 包括了能不能够协助台湾进入RCEP 以中国大陆来主导的RCEP 根本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都是原目求鱼 所以我认为台湾当然要自力自强 就像是赵峰兄所提的 台湾如果说有自己的这个能耐 其实不要说部长也许总统都会来 但是如果台湾本身他必须要倚靠其他国家 才能够彰显自己的一点利用价值 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其实我们讲到美中台关系 我们都会经常讲到比如说赵峰兄跟曾晓兄刚刚提到的 台湾的地位问题有很多论述比如说旗子论 附庸论或者是对等论等等 我们纵观历史美台关系变化最激烈的是1949年之后 我们知道当时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 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爱奇逊 在商量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出卖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政府想跟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正常的外交关系 所以爱奇逊发表了一个外交白皮书 这个白皮书明确说两岸之间是中国内部的事情 美国不会插手 但是很快韩战爆发了 韩战爆发之后美国马上派第七线队进入了台湾海峡 其实美中台关系在历史不同的阶段 都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所造成的 那么现在川普在进行他的大选 其实我们说美台关系跟川普的大选是有密切联系的 但是是不是唯一的关系呢 也不是这样 我们看蔡川普没有选之前 我们说了去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有关台湾的法案 几乎是全票通过 正如刚刚赵峰兄所说的 在美台问题上 在这个跟中国之间问题上 美国的无论民主党跟共和党 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是有共同的观点的 那么所以现在台湾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之下 在美中对抗的国际局势之下 突然凸显了自己的地位 那么台湾怎么样来抓住这个机会 在有可能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国际能见度的时候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是继续保持两岸的和平 还是说利用这个机会把台独更往前推一步 我想在台湾岛内不同的政治力量有不同的看法 赵峰兄怎么看现在目前的国际局势 对台湾的好处在哪里跟不好处在哪里 其实过去几十年来 我们就讲1949年之后好了 台湾一直都是国际上面一个认为 还未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我们再看久远一点 从开罗宣言来看那时候 三巨头他们在讨论的时候 讨论如何去瓜分战后的政治势力的时候 很明显那时候中华民国 他们是希望把所有以前日本所侵占 或是说所得到的一些领土全部归回中华民国 那我们也知道说 当二战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 那时候其实真正的战争还没结束 因为战争要正式结束 必须要签署所谓的和平条约 所以那个时候等于是日本先投降 那我们盟军占领了日本之后 每个代表蒋介石他占领了台湾 然后还有部分的一些Midl China 然后俄罗斯也占领了部分的东北 然后就大家来讨论 好好讨论怎么样去瓜分日本的这些利益 然后互相这样子分享 那当时发生一个很重要的状况就是 国共内战又在爆发了 那这一次国民党输得很惨 他们一直撤退撤退 最后只好到了台湾 那本来其实有趣的是 和平条约他们其实从1945年投降之后 就开始写抄稿 抄稿本来写得非常清楚 就是依照开罗宣言 Potsdam Decoration 所有的配合 所有的那个程序 让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 但是后来为什么改变呢 因为中华民国不在大陆地区了 他们逃到了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日本领土 在台湾上面 那那个同时呢 每个国家就开始觉得很担心 我们这个台湾总不能够把它主权交易 让日本主权交易给一个 已经不能够代表整个中国的中华民国吧 那怎么办呢 旧金山条约通过的时候呢 那时候大家决定就是把台湾的一个地位 变成一个未定 这个不是一个论 这是一个事实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国际的共识就是 一个住民呢 一个地区的住民 他们绝对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 赵国兄这个就等于我刚刚讲的 其实美国政府当时的心里就是觉得 中华民国已经很快就要灭亡了 没有必要再跟这样一个政府去签一个协议 包括爱奇逊的外交白皮书 他也是觉得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攻陷台湾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还要为这个即将灭亡的政府去 跟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外交对立呢 但是问题是整个国际及时的变化 令到最后美国觉得放弃台湾这个第一岛链 就等于不能够封堵共产主义的势力 在亚洲的蔓延 所以我们说来说去 台湾的地位也好 台湾到底是属于中华民国 还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 在美国看来 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的这个次序看来 最重要的是对美国是否有利 所以现在台湾又开始对美国有利了 那么接下来美国对台湾的政策 会在台湾岛内带来什么样的政局的变化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